全台血液库存安全量仍然是明显的不足 台九县救难协会响应了捐血一代救人隐秘的公益精神 在玉里镇地方里长热心号召与李明共同来参与 这一天总共捐血了300多代的血量 全台血液库存安全量仍明显不足 台九县救难协会响应捐血一代救人隐秘的公益精神 在玉里镇地方里长热心号召与李明共同参与 这天共捐血300多代的血量 我们其实花莲在每天需要用血量其实是120到130代 最近其实都是蛮缺血的 像前两天我们的安全库存量只剩下三天了 总共捐了335代的血能够提升我们整个花莲县的安全库存量有三天以上 这个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那个支持与帮忙 吴欣文表示捐血好处多能救人还能变健康 每一袋热血不仅是延续一位病患的生命力 更是一个家庭的新希望 所以后招民众在身体状况许可下再次晚起遗秀 民众表示近几年虽然新冠疫情影响 但是地方每个月的15号都会持续办理公益捐血活动 非常的感谢所有热心民众来共同响应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